那些灯灶全部都是回收 环保30 中区人文真煞美团队 经全力付出 记录环保人物 也深入社区环保站 做成37部特色影片 将在网络平台播放 环保它是真正可以做到零垃圾 然后运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那我们希望说 透过这样子也来传法 刺激志工张婷旭 是小儿麻痹患者 即使近来身体大不如前 退居幕后付出的脚步依然精进 他感恩团队给予支持和力量 有怨就有力 台中慈激医院连续14年 为兴旺爱智能发展中心学员议诊 慈青几乎一对一全程陪伴 缓和漫飞天时的紧张情绪 虽然他们的外表可能比我们年长 但是其实他们内心呢 就像赤子一样的单纯跟天真 其实这个规定里面 不是我们组签在帮他们赌三天 是他们在帮我们教育 使笔兽更有福 付出获得满满的心灵法系 大新闻黄祖林郭季宗 台中报道 就在这一段时间